这些爸爸特别的那个多愁善感 明明女儿还那么那么小 他们就已经在幻想 有一天女儿要出嫁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 比如说这位爸爸 真的你有自己想过这个画面吗 我拍过了这个画面 对啊 还拍到这个画面 多虐心啊 对我想到了 他想到都已经哭了 最虐心的是 那个画面我已经是灰头了 你爱的你永远 为是爸爸的宝贝 亲吻你的脸颊 让你安稳得入睡 亲爱的 不管路多遥远 我的爱上水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在这支MV里面 是从出生的那一天 写一封信给孩子 说你看我写了 不知道几百首情歌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生活当中还有一种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感 就是父爱 我自己也有感受到 就是更理解爱的新的面貌 新的面貌 就是以前没有感受过的这种 好像在我们的DNA 因为在我们基因里面就有这种城市开了 你觉得是满月的时候开的 还是七个月的时候开的 生出来内沙拉就开了 那你是很有悟性的 但我怎么觉得像我老公都是孩子到了一岁的时候 他才开始有感觉 因为他说有互动的时候才有感觉 你是自己就先互动开了 对 立马有感觉 你哭了吗 看到他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我傻了 第一眼我傻了 我怎么能有一个人出来呢 对 我当时就那么想的 太神奇了吧 我觉得我特别伟大 后来仔细一想 人人都能干这个伟大的事 但是真的是很神奇啊 对啊 你上台开演讲会拿奖那事都觉得自己太牛 太厉害了 对 原来身体啊 女人的身体这么神奇 爱老婆吧 当然了 爱老婆跟爱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描述一下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其实我的孩子才六个月大 还不会讲话 但是 新篇里头我写了一首歌叫做 In Your Eyes 在你眼中 很多的沟通 很多的眼神交集 能代表千言外语 虽然 话还不会说 可是还是很多的感触 他看见你的时候 有种被融化的感觉吗 我 我会 当然会心动 我看到第一眼 我就是一见钟情 哎呦 真酷 这么形容跟自己的孩子 一见钟情 会不对啊 是啊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浪漫的人 一般爸爸都不会这么说 说真全会 跟你讲 很多家长都说孩子追星 什么影响学习啊 我觉得就应该让孩子喜欢那个优质男青年 学习好 有才华的人把照片放在那儿 然后呢 不好好学习就过去说 还不练琴 你瞧点人王力宏